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去年这一天报道 就是所谓国境面垂蓝鱼储存场系列 这个报道 去年后来入围了卓越新闻奖的调查报导奖 后来我知道没有得奖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用了蛮多的匿名的受访者的关系 那有一些人对于匿名受访者有的意见 有一些评程对于匿名受访者有的意见 不过这很怪 我如果没有匿名受访者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出来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里面访问到了合备厂的一些员工 然后合备厂的员工也提供了在里面的一些照片 那我想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东西蛮多蛮复杂的 我有点不太知道该成为的讲迹 那如果 我简单从一个 我大概去莱宇吧 财导完回来之后 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情 我现在是在讲 我怎么讲故事的过程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把整件事情搞出不太清楚 那我就在想一个东西 就是我进去了以后 发现说我得到了一些资料 然后这些资料呢大概显示出在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我想 大家应该不会很熟悉吧 我前一阵子在网上就传的很兇 就是在讲说 来源核废料水分厂的状况 然后呢 这个散过在地上的那些灰 是那个核废料桶里面的核废料桶 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如果说要严谨一点的讲的话 它应该是核废场里面核废料桶里面的水泥 里面的水泥 因为每一个核废料 它在出厂的时候都需要经过物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今天把核废料放到里面去 然后里面打水泥 好让它怎么变得稳定 然后水泥呢 在经过了30年的时间之后 整个就碎掉了 有的比如说进水啊 潮湿啊发炸 就把那个核废给撑爆掉了 爆掉了之后呢 就是出现这样子 很划的结束这样 然后掉在那里面核废场的好风 这张照片呢 经常被大家用的 就是会告诉大家 核废料储存场非常丰富 最主要也有 对 那但是呢 实际上你就进行了一些了解之后啊 你就会知道的最主要 其实看起来 我们的东西是变得很丰富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蓝宇核废料储存场 大概从30年前到16年前 也就是1996年的时候 蓝宇的抗争之后 就不再记忆 就不再把新的核废料送进去了 那么 30年前 最原始进去的一批 一直到16 也就是中间有14年的时间 一直不断的在输中核废料 那么你现在会看到 状况这么差的核废料痛 是为什么 因为它很久 因为它很久 就是说它在整个壕沟里面已经放了很久 所以说它的保存状态会特别差 那么 所以说才会造成 现在整个东西是盆壮的掉在外面 那可是呢 各位要知道 核废料有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 里面的放射性物质 它有一个半衰期 对不对 半衰期假如说 每经过一个半衰期 它的放射性就会下降一半 那半衰期 经过的半衰期越久的话 它的放射性就会降得越低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我刚刚说 现在你会看储存状况 这么糟糕的核废料痛是怎么样 是因为进去的时间比较久 进去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说放射性就会比较低 你看起来比较恐怖 但是事实上它的危险性比较低 反而是啊 那个你看起来好好的 新兴的孔子 一点对话都没有的 说不定它的放射性会更高 所以说核废料储存厂里面恐怖 不恐怖这件事情 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当大家开始在网络上 拼命传这张照片 说核废料储存厂 这张照片只说明一个状况 就是核废料储存厂里面 核废料筒的储存状况很糟糕 筒子都不见了 都烂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一眼看到 对就是储存状况很糟糕 但是这个状况 并不能够说明 它里面的核废料到底危险不危险 而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很有趣 这个就是核废料的一个重要的特性 因为你看不到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看到的 然后你没看到的 不一定不存在 听起来好像我们在讲那个七月半才会出来的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说呢我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写 就是说包括采访是一个 然后写是一个 譬如说我这个地方 这里画的就是核废料储存厂的整个平面图 这个是我用那个绘图来使画的 然后这里再说明的是 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标准作业程序 我谈一下我这篇报导的一些策略 因为这篇报导 这个报导总共分成几个阶段 这个是在第一个阶段 因为我已经做了采访了 然后我已经取得里面的工人提供的照片资料 那我统统带回来了 甚至于后面的东西我已经准备要写 那但是呢 因为后面的东西如果说要让大家清楚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描述 所以说这是一个 所以说我前面这个地方 首先做了一些基本的描述 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说 它本来应该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四类的核废料桶是什么样子 然后它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工序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进行 这个地方大概画了图去做一些说明 就是我用了两篇 这两篇大概就已经六七千字了 去说明整个核废料减整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状况 跟核废料主存厂 它应该是什么状况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说我想先把事情说清楚 我先不把我手上的那些爆料照片 拿出来 这是一个考量 第二个考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跟运动团体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也在讲说 我要往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社域团体的一个位置 因为呢 社域团体提供我资料之后 就是我去到来宇 其实是新南马肺部 就是来宇部落文化基金会 说有这样子的人 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 然后是他介绍去拿的 那我记得那天 我跟一些记者朋友 我太大方了啦 就是说我知道有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就约号了访问 然后呢 当天我就带了另外两位 其实也是独立媒体的记者朋友 其实后来对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带他们过去 然后就到门口被打下来 他说我只接受普劳王的采访 那所以说后来就只有我们有办法去做这个采访 其实我只接受普劳王的采访 这件事情其实表现了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他今天要把他的东西 把他的话筒都说出来 他希望用一个他起码可以讨论 他可以控制 甚至于说他认为说 谁来呈现会比较清楚的方式 而不是乱打的方式 这个东西有一部分会牵扯到普劳王跟摄影堂子之间的默契的关系 那么还有他的信任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么在取得了这个资料之后 后来我再跟包括说绿蒙的朋友 我那个我会不会跳太快 大家知道绿蒙吗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最主要在哪 都知道吗 家伙有何要讲 就我们又跟绿蒙的朋友 然后来与的朋友在讨论 我什么时间点要把这个东西放出去 就是我手上有这些资料放出去 那后来我们讨论出来说 好我们就决定 如果说只有普劳王来打的话 这个东西不会打大 所以说呢 后来就做了一个 如果说就记者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不像话的决定 我把所有的资料给了益州刊 然后由益州刊来报 然后甚至于说后来益州刊出刊的那期的报导 我不但把照片给了益州刊 而且我把我写好的报导 也都给了益州刊 后来益州刊登出来那报导 我一看都没改我几个字 就直接出来了 不过益州刊毕竟也还是蛮认真的 因为他们后来去了蓝宁堂 就是去了一天然后去做 也就是我记得那天是3月7号吧 益州刊是礼拜三出刊 益州刊出刊的当天下午 环保团体马上就照刊集成会 然后同时间苦劳王的那些资料 也通通都丢出来 当然我们写的比益州刊下清楚多了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整个丢出来 然后我前面呢在 我现在时间不是记得很清楚 但是稍微讲一下 我们再多一点 我大概结构上分成几天 第一个是基额介绍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现在在讲的东西是什么 今天我把一张照片拿给你看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 你看起来恐怖的不见得恐怖 你看起来不恐怖的东西未必不恐怖 对不对 在何必要是这个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你看的 跟他实际上的东西是有落差的 如果你不先把这个东西介绍清楚的话 后面的人会看不懂 那一般媒体呢很容易 包括政治人物也是一样 很容易去用力这东西 就是我很容易去用 像譬如说刚刚大家看到的那种 聪动的照片 告诉你说 哇荷配料储存厂很恐怖 但是我不想做这样子的事情 像譬如说 其实我的报导完了之后 再过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 郑立军立法维也看过一个记者会 那个里面就拿出一个影片 就是说那个 荷配料储存厂的工人同手在挖 那个荷配料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恐怖 其实也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说画面看起来触目心心就够 这个是现代媒体经常有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要给你看的就是他触目心心 但是这个样子其实往往都漏掉很多东西 所以说我第一个阶段在做基础的基本的介绍 然后第二个阶段在做的就是资料内容 就是我得到的内容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我怎么在写作上的思维 所以说我不太会实际上你谈里面太多的东西 然后等到实际的内容出来之后 我在当天古老网报导了 然后一周 其实一周看的报导也都是我的报导 一周看的报导出来了 然后接着呢 因为造成了一些新闻的效果 所以说台电马上不开记者会 当天是那个环保团体在立马列开记者会 台电在台电大楼开记者会 后来我那个环保团体的记者会 一开到一半就冲到台电大楼回去 而且我一冲到台电大楼 就马上直接坐在台电的那个处长 就是他的那个和后在营物处处长的座位旁边 我就直接先坐下来 因为电脑都带了 资料都带了 然后台电呢 他为什么要拉拟那个现场 不让记者去跟那个在那个现场 现场两边一起把问 他就是要拉开来 让他自己去讲他自己的一套东西 所以说立刻我就冲到那边去 然后就拿出现场所有资料去问他 这里面包括了一些东西 譬如说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好 譬如说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个是台电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处理一个核被料桶的时候 标准的作业状况 这是一片铅玻璃 就是里面含铅的玻璃 大家如果说有看过超人的话 太年轻了 超人 超人那个他有透视眼嘛 对不对 但是只要有铅他就看不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铅玻璃 里面的放射性是不会出来的 然后呢 墙壁上面有一个洞 洞里面有一个手套 这手套非常的厚 因为我到处理堂里看过 这处理堂非常厚 然后工人要把手 伸进这个手套里面去 然后呢 这里面的核被料的桶 有一个架子 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翻过来翻过去 然后这样翻过来翻过去 那么 我今天这个桶子 如果说这个地方 他现在在做的东西 叫做重新上漆 上游漆啦 不会很难理解 就是他在做重新上漆这种作 他今天这个桶子 里面一条输送带 我把核被料桶 送到这个地方来 我手放进去 然后呢 拿油漆刷 开始在这边刷 刷刷刷 这边刷完 再转一圈 再刷另外一面 基本上是这样子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样做得很厉害 很难做嘛 对不对 我要做这个 要花很多时间啊 那 但是 台电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核被料的减整 为什么要减整啊 因为大家看到那个 扇到满地的东西 有没有 进去的核被料桶 30年到16年 最旧的30年 最新的16年 有很多状况都很糟糕了 生锈了 破洞了 或者是整个 整个本化 碎化都有 所以他今天要把这些桶子 重新做一个整理 这个叫做减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在一个完全版 不是一个状况 那种 那种 接下来